一份八十年代的老报纸 一篇关于上海人早点习惯的报道 你知道一个上好的小龙要打多少只褶子吗 历久彌新 二十年代的榜单威非烟烟 新一份上海人气早点又是什么呢 两代人全来给弄个的 车给他说完呢 抖嘴党黑 邦丁森我 大家好 我是新一 欢迎收看松下电气 陶醉上海 前几天我们的编导想这个选题 想的那叫是一个抓耳挠腮 于是他就去附近的图书馆里边 走一走看一看 没想到就让他看到了 这样的一份老报纸的残迹 上面就报道了二十多年代的 三年前最受上海人欢迎的十大早点 十大还是排行榜 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题吗 于是乎我们的陶醉上海就展开了一个街头大调查 所以说一份新的护上十大人气的早点就新鲜出炉了 那像这个米饭饼 包脚布 还有这个葱油饼 这些已经不太常见的人气早点 那么现在在哪里吃才是最正宗的呢 今天我们的陶醉上海将会为你一一揭晓答案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上海新兵晚报有这样一篇 关于当时上海人早餐习惯的报道 排出了三十年前上海最受欢迎的早餐排行榜 米饭饼炮饭四大金刚等都位列其中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上海早已不再是曾经的那个十里洋场 这份二十年前上海最受欢迎的早餐榜 是随社会发展早已灰飞湮灭了 还是依然如旧 今天我们就在街头重新来一个大调查 您最爱的早点是什么 经过百人大调查 我们重新排出了一份新护上十大人气早点 榜单马上揭晓 我跟你讲 这个编导太过分了 我又那么多年没那么早起来了 还让我起来拍草点 真是的 哎 别跟刚刚哥做地形啊 我告诉你 上海人最会是早餐乡起来行的火车门子 比方说早餐乡起来嘛 最新鞋的事前 当日了 8月第九日 早餐乡起来 马火车走地形 你看那边 早点他全部都已经出来了 第十名四大金刚 曾位列榜单第一位 投票率5% 在几十年的时间里 上海人一直把大饼油条 豆浆吃饭叫着统一的名字 四大金刚 二十几年前 这份最实在最常吃的综合早点 排在了排行榜的第一名 但是 为什么现在的四大金刚 经过了百人投票后 却排在了榜单的最后一名呢 四大金刚 大饼油条 现在吃的能少了 现在东西多了 可选的东西多了 现在小青年 他们吃牛奶啊 蛋糕啊 我们老的还是喜欢 泡泡啊 大饼油条 四大金刚 基本上就吃个鸡 什么呀 饭点 比较经济稳 什么呀 什么呀 人家两百人 怎么办 手里拒绝一门就好了 这些鬼啊 这些鬼 经常有的事情 就是这份经济实惠的早点 在上海滩风靡了几十年 虽然他的人气不如当年 但总有那么一批钟爱的人 让他一直保留下来 第九名 葱油饼 最新上榜 投票率6% 葱油饼 光追名字 你是不是就想到了 扑鼻的香味呢 可是市面上大多数的葱油饼 已经不再是二十几年前 那么正宗的老上海葱油饼了 不过我们陶醉客派 原可不是当假的 绝第三次也要找到 曾经那么传统的葱油饼 我有吗 葱萨饼 葱萨饼 你来 你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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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闻起来 这个葱油饼已经很香了 让我来尝一口 哇 一撕开就更香 在靠近南昌路 这一带的小弄堂里 居然还保留着老上海的葱油饼呢 时刻们都是怎么找到的呀 老上海的葱油饼 可不是人人都做得来的 我们寻觅到的这家 就是一位叫阿大的师傅 在这间小屋子里 做了三十几年的葱油饼 阿大师傅说了 做这个饼太耗食太费力了 所以他每天只能做三百个了 曾经很多人向阿大师傅学做饼 但是每天早上三点开始 到将近六点才能做出第一锅的葱油饼 一锅最多还只能做二十个 一天得洗二十几斤的葱 徒弟们都觉得太累而离开了 但是阿大师傅说 因为还有很多爱吃饼的时刻 所以他得坚持 如果你问这老上海葱油饼 到底不同在哪里 看了就知道了 和平时大家见得到的葱油饼 是不一样的 阿大师傅的饼 饼上要抹一层厚厚的油酥 就是有这个油酥才够香 而且光葱就要放一大把 然后厚厚的面团就开始下锅筋 这煎饼的时间得有二十分钟 跟市面上几分钟就有的饼 就是不一样的 还有还有 这里您可要仔细看了 阿大师傅的饼 煎完后啊 比市面上的葱油饼还多了一步 那就是将煎好的饼 上炉子上烘烤一下 烘烤的过程 可以将多余的油烘到 只有葱油饼的香脆 煎完香脆的饼 那么接下的榜单 还会与曾经的不一样吗 面 面吧 头上的切点面条啊 什么东西嘛 好了 第八名 面条 曾经在排行榜当中排名第三 投票率7% 在二十几年前的早点榜单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上海人最爱的早点啊 有个阳春面 这面条依然是现在人的最爱 但不是那时光光的阳春面了 离去哦 现在随便去一家面馆 里面都有十几种家头 大家点面想交头 就有点犯难了 生活条件的好转 上海人最爱的面 已经不是那一碗阳春面了 二十几年后的今天 上海人最爱的面 即将揭晓 当当当 选票第三名 就是大排面了 真可谓是最扎实的焦头啊 选票第二名 就是那香喷喷的葱油拌面了 那么选票第一名 是什么呢 哇 就是这个入口带点辣 回味带点甜的 辣肉面了 既然票选冠军是辣肉面 那么陶醉上海 本着告诉你最好的精神 就找到了这家 号称是护上一绝的 辣肉面馆 这里的辣肉 每天得熬上好几个小时 每天要卖出 一百斤的辣肉焦头哦 是什么概念 会这么的好吃呢 嗯 蛮适合上人的 那个辣肉点甜甜的 它辣味甜的 调味的好 辣味甜的好 这可不是只有我们推荐哦 叫做你的时刻 就是那个欢样 就知道辣肉面是很不错的 榜单越靠前呢 就说明它越有人气 那么我们看到 在二十多年前 最受欢迎的早点排行榜上 排在第七名的是包脚布 哎 你看它的外表 很像杂粮煎饼 但其实它们是不一样的 一个呢 是蛋皮包油条 而另外一个是蛋皮包脆饼 那时至今日 排在我们榜单上 第七名的又会是什么呢 让我来看一下 哦 原来是变成了汤团 那我记得啊 以前吃汤团呢 只有在喜庆的节庆日子上 才有机会吃一次 但是如今在大街小巷 都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只要你想吃 随时都可以吃上这么一碗 不吃不吃 以前只要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 摊头老板要开始做米饭饼了 二十几年前的早点榜中 米饭饼可是排在了第六名 时过境迁 现在的上海这种经典早点 已经并不多见了 那么现在取代榜单第六位的 又是什么呢 包脂 早上去包的比较方便 第六名 包子 曾经上榜为即将消失的米饭饼 投票率9% 在我看来 敢造一品香的面 它绝对差不了 比如说有这个一品香的牛肉 一品香的火锅 还有一品香的香辣蟹 那么我觉得这个一品香的包子啊 它的味道一定也是非常不错 二十几年前 吃包子可以说是生活条件不错的人家了 而时至今日 早晨去买个包子当早点 已经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 很幸福的一顿早餐 让我来吃吃到底是什么味道啊 嗯 我跟你说 说实话 这个包子它并不是很大 它是小 不过那小有小的好处 小的话呢 它里边陷的一个汁水啊 都可以完全的渗透到它周围的皮里边 所以说这个皮吃起来也是特别的有味道 那我再吃一吃 一个包子要好吃 那么馅料里的汁就得渗透在皮里 这家的包子啊 为了皮里也能入味 所以包子也比其他家的小点 其实关键啊 还是在蒸包子的时候 老板摆放包子的方式可是不一样的 不断的调整包子间的距离 蒸出来的包子还不会相互挤兑 而且包子还会有自然的弹性 馅料又是那么的饱满呢 第五名小笼包 曾经排在榜单第九名 投票率百分之十 这个小笼包的问题啊 我们还真的一时半会儿答不上来 但是我们可以去找找达人 他可是每天得包三千个小笼 有着做小笼包二十几年经验的方师傅 他一定能够告诉我们答案 一个剂子两千种 他六千三千种 天哪 还真的有精确数字 难怪方师傅包出来的小笼包 跟其他家的就是不一样 其他家是没有精确数字的 小笼的折子也是随便打的 但是方师傅包的就是不一样 标准的小笼是得打好二十四个折子 这样皮子韧性才被扯开了 小笼皮就Q了 我告诉你 这个汤汁真的是很浓 很鲜的一种感觉 而且绝对没有加过这个料酒啊 生姜还有葱 这一些辅料 所以说是绝对的一种猪肉的鲜美的感觉 让我再喝一口 小笼包的汤汁很鲜 我们有去厨房探寻了 但是方师傅说熬汤是个秘密 所以您要知道有多鲜还得自己来尝了 我们继续去看看现在的人气榜单还有什么 第四名 生姜曾经排在榜单的最后一名 投票率11% 也许在二十几年前 吃一份生姜真的是一件很难得的事情 所以才会出现在榜单的最后一名 但大家都说这生姜要吃顶脆肉嫩的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还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做生姜的每一步都很讲究 每一锅生姜的油都得是新鲜油 而且在煎的时候要加入开水 最讲究的是这个转锅的技术 每一分钟转的次数可以控制在二十次 这个角度一定要控制在三十五度 最后可以对比一下 一锅好的生姜可是苛苛饱满 而其他的生姜放一会儿就会扁掉 看这些我发现上海的早点都很有本地特色 但是有一样它在全国各地 我们都有 而且它的叫法还不太一样 比如说它 这样东西在广东叫做饮炭 在湖北叫做煲面 在福建叫做扁肉 在江西叫做清汤 清汤 是一碗清汤吗 这个清汤可以做早点吗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它在新疆还叫做曲曲 曲曲在上海话当中就是 这个意思 其实就是这样一种红边的大江南北的早点 在江这一带我们把它叫做馄饨 说到这一碗馄饨 二十多年前它也是排在了最受欢迎早点的一个第五名的一个位置了 那也是上海人最常吃到的一个点心 当时在弄汤口就有一碗小馄饨 有一根长长的扁担 两个木箱 还有一个忙碌的小伙计 这就是当年我们对于早点的全部精彩印象了 那时至今日呢 我们的榜单已经排到了第四名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载满了老上海独特回忆的早点 是否能够在我们的榜单当中独占凹头呢 让我们接着往下来看 现在我们的榜单已经揭晓了十到四名 第十名四大金刚 第九名葱油饼 第八名面条 第七名汤团 第六名包子 第五名小龙 第四名生煎 第三名是在揭晓前三名之前 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格算大放送 春天呢 是万物复苏的季节 我的购物欲呢 也跟着复苏起来 不过最近的手头上有一点点紧 怎么样能够用最少的钱买到又便宜又实惠的东西呢 今天我们要告诉我在这里有一场特卖会 那究竟可以逃到什么样的宝贝呢 跟我去看一下咯 本次2011春季时尚品牌大型折扣会 位于中山公园的龙吃梦购物中心 交通极其方便 乘坐234号线到中山公园站下即可到达 电梯直达酒楼就是此次特卖会的展厅了 本次特卖会可是汇集了不少的国内外知名品牌啊 你好小姐 我看到这边是在卖香港的那个沙沙的化妆品吗 对没错 那你们这边主推的是 现在是主推这一款樱花磨砂膏 这一款磨砂膏呢 比较适合在春季使用 因为有樱花的成分 可以让那个肌肤有更柔嫩的感觉 那这个价格是39块9吗 我现在在39块9基础上我们再打五折 还要打五折 19块9就可以买到这个吗 对没错 哇19块9这么便宜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你好这个是符伦蒂洛的包包 对对对 这是符伦蒂洛的包包 它的质量是怎么样的呀 它这个是PU带牛筋的 它到零下30度它都不会发硬的 不挺好的 就是还是那么软 还是这么暖 这个所有的配件都是牛皮的 像这个都是玫瑰筋的 不推射的 包裹里面的这个拉链 其实它的做工还是蛮细致的 很精致的 我觉得这包好像是比较贵的耶 现在原价是3980 现在搞特价买298 298 对一直都不到 这是所有的 所有的多次的 这样一款符伦蒂洛的女包 背起来真是即时尚又大方 说到羊毛衫呢 妈妈们一定都知道 冠军鹿这个牌子 今天在这里呢 我也找到了它 阿姨你好 你好 我看到这边羊毛衫 有很多种种类款式对吧 对 那现在这边的价格是怎么样的呢 现在价格都是628 现在买99 628现在买99而已 对全部都是买99 全都是吗 对 上海的老牌子 冠军鹿羊毛衫 现在只要99块一斤了 真是太便宜了 不知道这质量怎么样呢 我们这个面料呢 是最大的优点 可以积析 而且不缩水 不起球 可以贴身化 我觉得这一件就蛮别致的啊 上面的花纹都是水墨化的 很时尚耶 老妈 你应该蛮想要了吧 除此之外呢 这里的布兰亭女鞋也很便宜 全场只要188到288元一伤 还有三腔迪斯尼和迷糊娃娃等知名童装品牌 全场也只要4到6折 怎么样 这么多的优惠知名品牌在等着你赶紧抽空过来逛逛吧 当然还需要提醒你的是 本次特卖会从即日起到3月20号结束 千万不要错过时间啦 第三名 锅贴 曾经位列榜单第八位 投票率13% 在20多年前 你印象中的锅贴是怎样的 是不是就是这样的路边小摊呢 20多年前 您有没有想过上海的锅贴店也能有个时尚的店门呢 不过时尚归时尚这里的锅贴又有什么特点呢 个头蛮大的 那也蛮大的 还没到 还得好吃 锅贴很给力啊 哇 真的好大 不过它到底有多大 得靠数据来说话 它的厂有8米 宽格高 都是4.5 那刚才呢 我还在街边随便买了一份锅贴 就是它 那它究竟有多大呢 我们发现它的长是7厘米 宽格高 都是3.5厘米 那么它们除了在外形上有大小的一个变化 但是它们在重量上会一样吗 接下来我要做一个实验 首先拿着我们平时的一个普通的锅贴来称一下 我们看到重量是16克 再换这个比较大 38克的重量 那这样来看的话 它基本上宾地啊 胃的重量还要再多几克 新衣那味道又怎样的呢 嗯 我跟你说 它很好吃 但是 但是 一口绝对不能咬得太大 我现在就觉得咬得太大 它里面汁水很烫的一种感觉 而且除此之外 我很喜欢它的一个底 它的底很脆 但是脆而不浆 一个小小的锅贴 当你要用到规范的标准去衡量时 这个锅贴就开始被大家所注意到了 这里的锅贴是每个必须控制在38到40克 店家表示你可以随便拿一个去衡 一定在标准内 煎锅贴的时候也不一样 我们慢慢看这一点 一分钟转锅贴的次数是30次 起锅前还得在锅内爆一会儿 将锅贴里的汤汁慢慢的爆出来 榜单还有最后两位 接下来的早点又是什么呢 第二名泡饭 与曾经的榜单保持一致 投票率14% 泡饭 它不变的原因就是因为做法上的简单 隔夜饭开水泡好 再配点咸菜吃吃 早上还能节约时间 榜单揭晓到第一名 这2011版的人气早点冠军会是什么呢 第一名小馄饭 曾经位列榜单第五位 投票率17% 你要付付我小馄饭 大家吃的车做来了 小馄饭比油薄 汤豆游戏 来的爱啊 就麻光了 快点来吃馄饭了 我小馄饭吃个馄饭 应该 以前弄堂里卖的那种小馄饭 难道如今的上海还会有吗 这个不是连招牌门面都没有的地方吗 只是一碗小馄饭而已 老板是靠什么吸引这么多忠诚的时刻呢 阿婆这么说后 我们还真的很期待 弄堂里以前的馄饭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这个皮子好像是老板自己做的呢 难怪会这么薄了 煮出来的小馄饭 才会晶莹剔透 再来看看 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吧 弄堂里的小馄饭 可是随包随煮的 这家怎么包那么多放着呀 而且以前弄堂里的馄饭 是要包成一朵花 汤汁刚好从口子里煮进肉里 弄堂小馄饭 讲究可真不少呢 随着社会的进步啊 我发现我们连吃早餐的习惯 都已经有了变化 那吃的东西呢 当然是越来越好了 那当然这里呢 新衣也是要代表 陶醉上海的全体工作人员 提醒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无论你有多忙 也一定不要忘记这一顿 能够让你活力一天的早餐 那当然如果你想吃到 更多好吃的早餐 或者说想和我们一起来 分享经验的话呢 也可以登陆到我们的 哭嘎嘎网站 以及新浪微博 和我们一起来嘎嘎阿西吴 那今天榜单上的所有信息 也都可以在哭嘎嘎网站 进行查询 好 陶醉上海网林生活 我是新衣 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 你这个条路 上海 你这八分之路 全个人 他都出去 谁要搞出他的 有时会我听错音乐 我走错路 发音上海话是一模一样的 想个某路都来 我要找的是上海 最难找的马路 保护一路鲁山鱼 我以后 两条路搞死了 一个青州南路到底 在哪里呢 我都不信 母路远 宁愿来收看的是 讨厌上海